准备三二一叮我 不需要 恭喜两位金人喜结良缘 我竟然跟认识不到半小时的 陆时机团总裁 结婚了 材理解放卡里面 密码六个六 先说清楚 娶你是因为我爷爷 即使结婚了 我们这辈子也不会有感情 素素 感谢你二十年前救了我 要不是你早就被收养了 我也不至于现在才找到你啊 你现在是不是为你娘母的手术费在罢愁啊 你如果愿意嫁给我的孙子陆九卿 彩礼钱 你尽管提 要不是为了手术费 我想嫁的人也只有小时候的九哥哥好 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九哥哥被谁收养了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呼唬我爷爷的 让他非要逼着我去 但是除了这彩礼钱 你别想从我这里再得到任何关系 懂吗 这什么五十万材理的欠条 我会慢慢款给你 装模作一样 像你这什么的 给你深定了还不及 什么素质 怎么敲不起人呢 你说什么 好 我是说陆先生您年纪轻轻 就能靠自己连续五年 获得富豪排行榜榜首 并且啊让陆氏集团成为第一集团人 实在是 英明神武能力非凡是不被凯读的 小潘马毕啊 我们结婚的事情不想让外人知道 懂吗 喂 爸 五十万的手术费我筹到了 您不用先护白夜摊了 九哥哥有个有钱人要收养我 我把名额让给你 你安心跟他走 他一定会治好你的冰和嗓子的 等长大 我在孤儿院带着他回来找你 苏叔等会来娶你 还没有苏叔的消息吗 还没有 自从您二十年前走后 孤儿院就关闭了 院长不得所忠 线索有限 当初要不是苏叔把令人的机会给了我 我也不会那么快被爷爷找到 继续加排人生 是 好好好 结了婚就好嘛 不过 我找到苏叔这个事 还没跟这个臭小子说 他那么聪明 肯定是认出苏叔了 你说啥 你结婚了 你小点声 你跟谁结婚 什么时候认识的 找被介绍的 昨天第一次见面 来来来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咱们公司被收购了 现在大家跟我一起运进进行总裁 快快快动起来 陆哥 我先认识的 我先认识了 别吵我老板了 苏显月 来一趟大公室 什么情况 我先认识了 你认识新来的陆总啊 啊 不认识啊 别以为陆总找你 就是看上你的头 某些人啊 不要异想天开 忘想价人的 合心理说得对 我听说啊 合心是合适的千金 就是为了陆总 才来从公司的 让钱人不得小心点了 你得小心点啊 什么时候入职这家公司的 嗯 上个月十五号 难怪爷爷上个月 要我收购这家公司 看来你有些手段 你误会了 去人事部地交死职线 为什么 为什么 公司不养学生 更不留关系过 在你来之前 公司里没有人知道 你是我的老公 至于工作能力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精彩 这个是公司所有事和 秘书岗位的员工资料 您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既然你这么自信 正好 我给你个机会 担任我的秘书 为什么选我啊 我的秘书 需要知道我所有的人际关系 我不想让外人知道 我跟你结婚的事情 所以 你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 能否留下 离开你自己的表现 好 我会努力的 我警告你 我有心上人了 这辈子我和你 只能是上下级的关系 你千万不要对我 有痴心妄想的念头 你有心上人还和我结婚 等我找到 啊 明白明白 等你找到 我立马和你离关 还算是去 东西海湾游乐场的项目 开始了吗 还没有 项目不反馈 成本太高了 那就再加三十亿的预算 东西海湾这个地方 我做过调研 更适合打造旅游景点 那是总裁送给他 心上人的游乐园 只要苏苏喜欢 花多少钱就值得 你心上人叫苏苏 居然和我小命一样 你也叫苏苏 嗯 我姓苏 大家都喜欢叫我苏苏 我姓苏 大家都喜欢叫我苏苏 但我都多于同性的 看来只是想和吧 以后不许叫这个名字 嗯 您奢侈品肯定送的多了 但是我觉得吧 亲手做的礼物更有意思 亲手之所 陆总 您要亲手做陶瓷 送给你的心上人啊 你说的没错 亲手之所 更不信心 你竟然不对手要这样 对呀 这是你做的 你要送给我吗 我很喜欢 小时候 九哥哥也会做陶瓷送给我 不知道 九哥哥现在过得也好吗 诶 陆总 那你要做什么陶瓷送给亲手 看不出来吗 可以 像 不过 还得再调整一下 这样不用 手下交一碗 你这样不对 手要这样 苏苏 苏苏 陆总 您叫我苏浅月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认这个动作 敲我的手背了下 不能拍你吗 大家不都这样 都这样 我怎么会觉得苏浅月像苏苏 这动作又不特殊 喝呀 我来叫你吧 movimento 巧克力 骊呀 ar 满 事éro 陆总 您请我解释 你都成熟了 哪要解释什么 我发誓我刚刚绝对没有了过你的意思 我对冷漠的男人没兴趣 还是更喜欢温柔如雅一下 哎路总 你没事吧路总 那个 小菜今晚的好夜拍卖会 您女伴是选苏秘书还是其他人 我和冷漠吗 哎呀怎么可能 谁都知道总裁您又温柔又体恤员工 我也觉得嘿 何经理啊听说路总今天晚上参加拍卖会需要女伴 他肯定会找你的 今晚九庆的女伴啊非我莫属 有些人啊可没资格跟我找 路总 路总 你准备一下 今天晚上陪我参加拍卖会 他哪有资格啊 他是我秘书 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 跟我来 多年未见 路爷你是越来越精神啊 哎哪里我都老了 哈哈哈哈 到时候你啊当年呢 孤儿院被火烧了以后啊 你带着那帮孤儿离开了江城 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已经是华业拍卖会的老板了啊 这也要多亏路爷您的资助啊 不然哪有我今天啊 你看你啊还是那么坚持啊 我今天呢就以茶代酒 感谢你二十多年前呢 对我孙儿的照顾 路爷您太客气了 这说起来呀 我也有二十年没见到九卿了 那赶紧安排介绍一遍 那太好了 少爷和少夫人今晚要参加华语的拍卖会 九卿她结婚了 这不是吗 还是和苏水结的婚呢 那今晚华语拍卖会啊 我得去一趟 正好拍卖会刚收到一桌啊 帝王绿的首饰 就当我送个小两口的结婚贺礼 哎呦 那县长负费了啊 这正好组也没事 我也去凑个热闹啊 路爷您走 今天的拍卖会不能出差错 你们一定要闻这好事去 听明白了吗 一路总 您听着我看一路了 我这装容有什么问题吗 没 听 四处 小九 来看这里 笑一笑 转走 你喊谁愣着 你先去拍卖会 我有点事 院长 你是 院长 真的是你 我十二十年前 走地会被你收留的小九 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九卿啊 我当然记得当然记得 你爷爷刚刚啊 还跟我收起你呢 您和我爷爷还认识 我们是老朋友了 你是当年系上的 多年未见 当初你那么小 现在长这么大了 多年未见 你身体可还好 现在呀 我很健康 院长当年的收留之恩 五六九七 从没改化 你爷爷呀 已经谢过了 这华月拍卖会呀 就是你爷爷他资助我的 我才开得起来呀 原来是这样 院长 苏苏当初 当初你走了之后 叔叔也被人收养了 那收养苏苏养父母 你可还记得 当初的档案 在搬家的时候 不知道丢哪了 我还真不记不得 如果院长想起来了 或者找到档案了 请第一时间告诉我 干嘛这么麻烦 直接问你妻子 不就知道了 问我妻子 我妻子 小九啊 你结婚的事呢 我已经知道了 恭喜啊 嗯 你接吧 我就先去忙去了 回头见啊 好的院长 我都不知道苏苏对谁出勇了 劝者则会觉得苏且越会知道 这不是咱们大学校花 苏且越吗 张同 真难得还记得我 怎么 当初追求你为我 现在看我那么的成功 后悔了吧 哎 好鬼不挡道 骂得好 哎呀没变 一点都没变 脾气还是那么暴躁 只不过这个身材吧 倒是越来越火辣了啊 哎呀 我这有一个 哎呀 哎呀 谁呀你啊 我起来 哎呀不 朱浅月 怎么又是你呀 专门勾引别人老公的狐媚子 你敢打我 要不是看在曾经是室友的面子上 我不只可以巴掌 走走 那一句话是什么事 苏且越 你可以啊 玩的够野 不光勾引别人老公 还喜欢花钱 顾个野男人给你当保镖啊 谁会稀罕你这赖蛤蟆了 哎 苏且越的眼睛 可没这么沉 是谁家库门没拉紧把你漏洞了 你谁呀你 我是他老公 哦 我明白了老公 不就是嫁给了一个小白脸吗 你看 就这 一看就是没车没房没权没市的 穷酸鬼吗 哪像我老公呢 事业有成有钱有势 比你强不知道多少倍 低调点啊 今天啊 是咱们这个华月开卖会的现场 咱们不跟他计较 走 哎 不教育教育他们吗 不着急 今天啊是咱们全球富豪宝的榜首 这陆氏集团的陆总要到这来 我呢也是想趁这个机会认识一下他们 不要因为他们影响了我们 在事后再找他们算账 好 啊 走 拜拜 拜拜 就他们这脑子 我想巴结陆总给那了 等会儿 狠狠打热的链 你倒是胡家胡人 那哪叫胡家胡呀 我可是您的秘书 他们欺负我 不就是欺负您吗 对了 我还得谢谢刚才陆总能救我 举手是老爸的 您不是不想让外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吗 他们也算人 放心 既然他们骑到我头上来了 等一会儿 他们就主动就应该精神 走吧 好期开始 欢迎诸位来到我们华月拍卖会 本次拍卖会啊 有诸多大家藏品 请大家期待 恭喜这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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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下面展示的是本场压轴品 全套帝王绿首饰 这太小了 想要吗 没见过市面的土包子 老公 我想要 给你买 朱浅月 当初我追你 你却义无反顾的选择了这个小白脸 我今天让你后悔当初所有的选择 这套藏品我要了十个亿 这套首饰不卖 这套首饰是我送给陆九卿和苏浅月的新婚贺礼 院长 没认错 真的是院长 这套首饰不卖 这套首饰是我送给陆九卿和苏浅月的新婚贺礼 你们新婚我也没准什么贺礼 这套首饰独一无二也象征着忠贞不二的爱情 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 谢谢院长 谢谢院长 王董 您做什么决定 我们肯定没意见 但是他们何德何能能收下这么贵重的礼物 真是 我老公是靠自己就能连续五年获得富豪排好榜保守的人 并且让陆氏集团成为第一集团 你们说喝的喝的 啥玩意儿 他是 那个 王董 他不会是陆氏集团的陆总陆九卿吧 没错 啊 苏潜月竟然降给了陆氏总裁 那个陆总 对不起啊 我是有眼不识泰山 我大水冲了龙王庙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 要么自己离开江城 或者被赶出江城 陆总 我不说第二遍 院长 你破费了 这礼物太归补 我们不能收 好孩子 我早就把你们啊 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了 我要 现在都缺陷 收下吧 收下吧 嗯 院长 你也叫院长 你认识院长 快啊 院长 嗯 您还记得我吗 我 我当然记得你啊 这 路总 我想和院长单独 你爷爷来了 他呀 不喜欢在人多的地方 在楼上喝茶呢 好 那我等会儿和爷爷一起过来找你吧 素素 坐 素素 你刚刚想跟我说什么 院长 太好了 原来您真的记得我 当然了 当年在孤儿院 就是我最调皮 好不容易被领养了 结果呢 你把名额给了小九 幸好 幸好你现在过上了好日子 我也就不遗憾了 院长 您看咱们这都二十多年没见了吧 您一点也没变 还和以前一样年轻 对了 刚刚你怎么喊自己的老婆叫陆总 院长 您和陆总的爷爷很熟吗 我们是朋友 不过你放心 我们的谈话呀 不会让陆爷自动 其实我们俩呀 是那个陆爷爷撮合才结婚的 陆总他有新上人 我就说好了 等陆总找到新上人 就准备离婚 所以这个太贵重了 我们不能养 这样 真可惜 院长 九哥哥当初被领养了之后 过得好 他过得挺好的 他的嗓子和病都治好了 你为什么这么过呢 那小九现在 哎哟 你们这是还有多少话没说完呢 啊 陆爷 苏苏 苏苏啊 你也可有几天没见到你了啊 哈哈哈哈 爷爷 你以后还是好几个人 为什么 苏苏是我新上人的名 苏浅月 怎么能回大点 你媳妇不就是你的新上人 爷爷 你就别胡说了 接近吧 喂 知道了 陆爷 我女儿在国外 这两天要分免了 机票呢订好了 我得先走了 哈哈哈哈 院长 您有事先忙啊 找时间我们拒绝啊 哈哈哈哈 本来还想问一问九哥哥被谁收养的 但既然知道了九哥哥过得好 等下次再问院长吧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爷爷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 我的心上是小时候救我的苏苏 不是苏浅月 啊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就算你逼我几话 我也不会想上别人的 等我找到苏苏 我就离活了 那臭小姐竟然能认出自己的妻子 就是苏苏 你也别想发失法的劝我 这不我离定了 就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没有 也不会后悔 绝不后悔 就那么肯定哪 爷爷 你明明知道 如果当初不是苏苏 那时候我就没命了 更没有如今的我 我对苏苏的心意 别人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这不我知道 爷爷 我已经听你的话 娶了苏苏苏了 感情这个事 真的不能跟他讲 那 那万一 你的媳妇 就是你妈找的那个苏苏 爷爷 这个苏苏苏是给你 怪了什么迷宾汤了 你也帮他撒我 哎呀 你 爷爷你不用说了 我心里只有苏苏 和苏苏苏 只有我呢 这 你不认为苏苏苏苏 现在都不相信我了 我要是执意的说 浅浅是苏苏 恐怕会顺着其反 倒不如让他们顺其自然的 肯定感情 让苏苏苏苏自己发现 喜悔 救命 好吧 你现在就嘴硬吧 爷爷 爷 你们聊什么了 啊 没事没事 哈哈 哎 这一个 是我刚能力 你们定制的婚戒 哈哈哈 爷爷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爷爷给你就拿着 这可是婚戒 陆总 你怎么不按剧本走呢 我陆家的儿媳妇啊 就是要天上的月亮 我都给你摘 哈哈哈哈 你放心的带着啊 哈哈哈哈 臭小子 我不管你怎么想 但是结了婚 就要住在一起 你现在就把我孙媳妇 带到你哪儿 不然的话 我饶不了你 我知道了 啊 那个 我可以自己 你不需要我帮你 不是不是 还有这个戒指的事 绝对不是我要 这个要就不做的 料你也没这个 对 你为什么认识 还叫他院长 他以前是官院的院长 出了名的大事 誰不認識 這什麼 我告訴你啊 這只戒指鑽石之底之池 全國都找不出第二一只 如果換成黃金的話 應該可以每輩子去 這不貴 那你趕緊拿著拿著 把我賣了也太擠啊 提升不了 先不說會不會 發現 我也不是你的新生 咱們倆早晚是要離婚的 有婚姬 給你就拿著 要是弄壞了 不 那我就等離婚了再還給你 路總 你還要是弄壞了 沒什麼 我最近有你忙 自己打算去搬家吧 哎 哎不是不是 路總 哎 這人怎麼說生氣就生氣啊 算了 自己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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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 我可是你閨蜜啊 快點告訴我 你老公是誰啊 不是跟你說了嗎 現在不方便說 搞得這麼神秘 難不成你老公是惡惡嗎 胡說什麼呢 總能說了 你一定告訴我 昨天晚上搬了一晚上家 沒睡覺 又去醫院照顧了媽媽一晚上 一死 那你今天怎麼不請家在家休息啊 哪兒敢起了 請家再上全勤 那你扣多少錢啊 沒事 我現在很清醒 晚上早點下班休息一會兒 來 喝點咖啡 我跟你說啊 陸九卿 這裡有問題 而且心眼特效 你千萬別得罪他 我哪裡敢得罪他呀 這發起火來嚇死人了 本來以為新來的老闆 長得帥能力強 長得賞心悅目的 還能改善上班的心情 誰知道 是個冷面眼王 可不是嗎 長得人模人樣 心長缺乎 一看啊就是狗字本家 那些喜歡的的人 要是知道他的真年末 半夜都得爬起來 燒香百分送送給你 又行好 那我走 寶貝 萬一我有什麼不測 帶人家的 我們來醫院做什麼 你放心去吧啊 哩 吾哥 我們來醫院幹什麼 你哪兒不舒服嗎 沒有 那我們來醫院幹什麼 好了 完了完了 图图的 不会是借合我吐槽的 准备再一二凳下手吧 红柱 对不起 我不应该在等会尸 nin 你被我收会什么 你没有听到 我该听到什么 你说我什么 沒什麼沒什麼 我們來醫院幹什麼呀 我們結婚了幾天 媽媽已經坐在手上 爺爺丁股管理 啊 路多 我跟我爸說 我是在談了兩年的男朋友結的 到時候我能不能配合一下 能不能配合 你叫我潛岳 我叫你嘴清醒了 畢竟我們都談了兩年 總不能一直叫孫女婦 可以 陸總 那你再記一下我的喜好 我口味比較重 不喜歡吃甜食 不喜歡太甜的菜系 你都記住了嗎 好 嗯 那這次就麻煩你了 我爸媽在孫兒院領養了我 還幸福把我養大 不想讓她擔心 你也是孫兒 你什麼時候被領養的 二十年前 我五歲的時候 這麼久 蘇蘇蘇也是二十年前 五歲的時候被領養了 我們走吧 爸 哎 這位是 你昨天不是想見我的結婚頓相嗎 他叫陸九卿 伯父 你就是小陸呀 我家收錢 前夜也吧 既然你們倆結婚了 再敢叫我爸 爸 嘿 哎 那個 這是九卿給你和媽買的補品 小陸有心的 快走快走 我媽媽媽媽媽的身體怎麼樣了 手術算是很成功 不用擔心 等上個恢復好了 就能出院了 我聽小月說啊 他和你已經另外兩年了 這孩子 我要不問他手術費是拿來的 他到現在還不能告訴我們 是我的錯 公司剛上市了 一直很忙 本應該在結婚前 省門賣款了 若是系統的大名 我在電視上經常聽到 我們這個家庭 要比不到陸家 自回來 將就能當戶的 要是在結婚前 是萬萬萬的體育 給我倆結婚的 爸 我們是真心相愛的 我們陸家 不在乎身份背景家事 況且 我爺爺很喜歡他 所以你不用擔心 他會受委屈 好好好 只要你們兩真心相愛 我們過去也會挖 那也就放心了 爸 你們先聊著 我去借湖水 爸 我聽警衛說 她是一名領養的孩子 是 我和小嬰媽沒有孩子 領養的情緣 這孩子從小就懂事孝順 那領養的孤兒院 叫什麼 那搞什麼叫什麼 希望之家 希望之家 那不對 那好像叫什麼 民樂之家 不行 不對 到底叫什麼 公園的名字 大同小異 10年來 真醒不起來了 那你還記得 在哪個地區收養他的 我其實 是他到 孤兒院名養的情緣 我還真不知道 待會兒 有個娃娃心的 我們就知道 蘇潔也記得嗎 他小時候發高騷 弄起來好多事情 應該也不記得 蘇潔也不是蘇蘇 我追問下去又是 蘇潔也 蘇潔 我會不會的 她要做很多恐怖 加上 我先去做什麼 蜘蛛 帶給我 他要做一個 不难道歧马修 那也得感谢你 你周末有时间吗 我请你吃个饭吧 好啊 如果那电话班的话 那我先去忙 拜拜 扶 mystery 属谦月 哎你干嘛呀 不是 大晚上得来我房间干嘛 你看清楚 这谁房间 嗯 真是你房间 这个都是我 我把你来之后 你没说哪个房间是我 我就随便找一找 你说的话谁会行 谁知道你是不是逼我 真不知道这房间是你的 出去 等等 陆总还有何分货 不是 我就走错了房间不去 我警告 虽然没有人知道我们结婚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之外 有别的奶奶拉拉扯扯 后悔自负 谁拉拉扯扯 算了 医师傅 忍着点 小九都不送我的陶瓷了 小九都不送我 你在干什么 找到了 这是你做的你要送给我吗 这是 你干什么 给我看看 这是我送你干嘛 给我 给我 这是我东西为什么要给你啊 你 你 你 那 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难道我看错了 陆总现在看清楚了吧 这不是你的东西 这么宝贝 肯定是谁送给他们 与你无关 宋秘书 哎לאלא 总才 哎这苏女士您能听到了 怎么不搭理我们 前夜 昨天拍卖会怎么样 是不是跟传说中的一样声大 快跟我们说说 是个私人拍卖会 虽然人不多 但是拍卖的东西 确实让人大爆眼 可惜了可惜不能拍照 要不然我们也能看看那些好东西了 我从来没去过这种地方的 要是我能当路总的女伴就好了 哎你就得了吧 首先你不是秘书 其次呢 你也没人家请愿长得好看 你就算去了也是个笑话 他除了一张脸能看 还有什么拿得出手 就他这个气质 去了也是丢路总的面 嗯嗯 宋主管气质当得好哈 可惜嘛 就是长了嘛一言男子 就算是去变个性 路总也不会带你当你办吧 哎呀宋主管啊您就别酸了 你要是能让路总选您当女伴 那我心甘情愿将这秘书之位同学 同学 哎呀我说秘书 选你当秘书让你做女伴 只是工作 你现在在这儿洋洋得意 该不会以为有机会看上你 你就能飞上枝头边缝 烦死了 看来只能说已婚 才能让这些人不盯住 一样的工作 你不会 什么 你不认识 我结婚了 什么 你结婚了 不是吧前月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怎么没听你疏忽啊 又是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藏的这么深 连喜堂也不给大家发 苏秘书 那你跟我们大家说说 你老公是谁呀 想来你们已经谈了很久了吧 他呀 人并不怎么样 怎么说 人品差 脾气臭 阴晴不定更年期 简直就是个 一无是处的自大狂 那你怎么愿意嫁给这种人呢 要不是被他那张脸给欺骗 我才不会嫁给他 哦 看来苏秘书对自己老公 很不满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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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的 在你说你老公一无是处的时候 陆总 员工之间八卦 作为领导好像不应该偷偷 玩乐敢这么名牌陆总 惨 那个陆总 项目四号做出来了 您项目 给我倒杯咖啡 哎哎 这怎么怎么就走了呀 快快快 快去给陆总倒个卡开 我不去 又不是让我倒 会有人给他倒的 我的小祖宗 你今天是怎么了 连咱们的仪式父母都敢得罪 他应该庆幸他是我老板 他应该庆幸他是我老板 好 好 小心 你要的咖啡 怎么是你 苏秘书呢 哦 他应该在忙 下次让陆总送来就行了 对了 既然进了我的公司 就叫我陆总 哦 婚戒 他结婚了 怎么回事啊 昨晚没休息好 有点不在状态 我马上叫人来打扫 身体不舒服 记得请假 怎么 还有事 没事 我就是好奇 你第一次戴戒指 这个是 婚戒吗 嗯 我结婚了 你关 暂时没有人知道 你是第一个 我不想让这件事泄露出去 明白吗 你 你从来没跟哪个女人亲见过 她到底是谁啊 我认识吗 这是我的姿势 你过见了 我们毕竟认识这么多年 我只是好奇 我 出去 秦月你包掉了 秦月 这是你的婚件吗 糟了 忘放家里了 这钻石好大呀 得九克了 品质上等稀有 价格得上千万吧 我的天呐 苏且月 你家入豪门了 那个 你们看错了 这戒指不值钱 就几万块钱 可是 这钻戒这么大吗 那婚戒 和九卿手上的婚戒那么像 和九卿结婚的女人 是苏且月 就是 我从来没有见过成绩的 这么高级专绩 我这是仿的 像吧 仿的 真的吗 哎呀 都说了是仿的嘛 那我们前院是真的加进豪门了 那肯定就会享福了嘛 怎么可能待在这儿 招九万五的乡丸呢 对不对 我觉得也是 你还别说 这钻戒看起来做工还挺好的 不过你戴着也挺好看的 也就只能带条A货咯 那你什么意思啊 哎 算了算了 那钻戒明明是真的 苏且月为什么要撒谎 她到底是不是和九卿结婚的那个人 何经理 苏且月她已经结婚了 就算她离婚也是二婚 陆总我会干涉她的 苏且月 周末部门有聚餐了 你带你老公一起来参加吧 不用了吧 怎么了 平常都没见你老公接你下班 这么不贴心啊 这就是 结个婚还偷偷摸摸的 该不会根本没有这个人吧 不但有这个人 而且这个人 站在你们面前 你们估计都不敢认 周末部门聚餐 大家都可以带家属 正好带来给大家见识见识 可不能暴露 陆九卿是我老公啊 那个 我老公有影机 不太方便带出来 什么影机啊 那个我 刚结婚也是才知道的 其实吧 她 不方便不太行 所以 平时不太出来见人 不太好 男人 男人嘛 那方面自尊心比较强 你们都懂吧 真的 真的 我骗你干嘛呀 这可是事关我人生幸福 既然你知道你老公有病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啊 幸福成可贵 可爱情价更高啊 虽然他那方面不行 虽然他那方面不行 但是他爱我爱的死去活来呢 但是他爱我爱的死去活来呢 陆九卿 谁让你摔了九博客给我的礼物 我拿你出口气 不算过分吧 所以你老公到底来不来啊 该不会是不想让我们大家见 过一边的谎话吧 怎么可能 那就一起带来吧 我们不会歧视他的 下周五 吉祥罗见 等你啊 浅月 我还有约 那我也先走了 嗯 怎么这个理由都拒绝不了 真不离谱的理由 谁不信 我 你一直在偷听啊 这里是公共场 没猜的 怎么每次说别人坏话 都被当事人给听到了 敢在公共场上说别人坏话 还怕被人听到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之前摔碎的东西 是我的错 你想报复我 我可以理解 我不追究 那我们扯皮了 我刚刚说我结婚了是不想让他们误会 我勾引你 刚刚那么说也是为了不想带你去参加聚会 理解 毕竟我们结婚的事情才不能包容 可是何经理不接五招啊 他非让我带你去 你看 你别多想了 我不会去的 不去就不去 我自己想办法 苏浅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吓我一跳 好啊你 难怪你不说你老公是谁 叶老公居然是我们陆总 你放心吧 公司都没人了 陆总结婚居然藏着椰掌 还不夸夸从事到来 还不夸夸从事到来 好吧好吧 那我跟你说 你可别告诉我 其实我们是隐贵的 不遗错的地方 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可得替我保守秘密 不能让别人知道 你放心吧 那公司聚餐要带家属了 我自己看着办法 我会想办法 让他取消带家属这个要求的 大主 躲了我一千了 还没躲过 宋秘书 你这么害羞 宋秘书 你这么害羞 是不是没有谈过男朋友啊 怎么可能 我长得这么好看 怎么可能没谈过男朋友 到底是你 陆总 你不会 没有谈过女朋友 你可以走了 我又哪儿惹到他了 变脸居然变得这么快 对了 怎么了 部门聚会聚餐定赞明晚 能不能取消代家属 我也不能随便带一个男人去 一个对吧 你不是这么多男朋友吗 带他们去啊 反正他们发现不了 陆总 那个 代家属取消是不可能的 而你 部门聚餐缺席的话 本月奖金扣注 傻 屈膝还扣奖金 也不知道沈哪儿得罪了沈哪儿 要这么过天消息 没事的 没事的 实在不行 你找个人假装你老婆对不过自己就行了 哪有这么好找的人 喂 什么 我爸怎么了 好 你等着我马上就过去了 容容 我有点事要处理 你帮我请个假 好好好 爸 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我没事 就有点轻松 伯父没什么大碍 其他地方都是擦伤 就是头有点脑震荡 不过好好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脑震荡 爸 要不是学长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你受伤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呀 没什么事 就是去把铁摊的车出来的事故 和一辆豪车 撞到 什么 其实啊 是那个豪车撞到了伯父 对方的车也被划了道口子 所以就非要伯父赔偿 伯父气不过 就和他起了点冲突 不过你别担心 我都已经解决了 今天多亏了江医生 你对方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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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让我们被敲诈 能够颠覆了 赔偿费 也帮我带到医院的 我和晴雨是朋友 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您得好好休息 少说话 晴雨啊 好好歇计一下江医生 快把他三五块陪伏过 我们也交一次 好 爸 那你好好休息 那个学长 今天谢谢你 不用客气 我们之间自己去吧 这是赔偿费 你多少钱了 真不用 那怎么去 伯母现在还在住院 伯父现在受伤了 你个人要是成立成的家 这种钱 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但能帮到你 那是值得的 一把搁一把 你就拿着吧 我现在公司够话 而且我也同事一个在 我却婚了 你却婚了 我记得 你没有什么过来的 那个我跟你说 你别笑话我 我之前是因为要错 我妈的手术费 所以 那个 你别担心啊 我们只是七月结婚 不出败身体的那个 我也觉得我太疼 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时候 但是 可以暂时脱结 但是一定要趁早过身的 不管从什么方面来说 这点婚姻 都不是什么好说 我知道 那个 肯定住了 我请你吃喝菜 咱们进去一下 好 等你离婚那天 我会对你表白 方便告诉我 肯定结婚的那女人 是谁 我不是女朋友 肯定住了 肯定住了 走 我差点忘了 今天婚姻就会 我先走了啊 婚姻去摊 有什么问题吗 呃 她就说 一定要带家 因为隐婚 那个男人不能去 差不多 既然没有其他人的话 那就让我来陪你去吧 真的吗 真的 我今天换班休息 那太好了 麻烦你 既然 是假扮你老公的角色 并没有被扔出来 这才我阿索啊 好 那等你结束了 我给你吃饭 陆总 你给的条件 我们满意 不够愉快 不够愉快 那我先走了 总裁 今天要公司部门聚餐 您要不要参加 今天聚餐 苏姐姐去了吗 应该是去了 不过总裁 您非让大家都带家属参加 这苏秘书一个人去 我怕他会被人嚼舌根啊 他脸比那么好 怎么怕被嚼舌根 可苏秘书 毕竟也是女孩子嘛 如果苏秘书能看到 总裁去参加这个宴会 哪怕是不公布 跟他结婚的关系 也会很开心吧 他开心不开心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看你明明很在乎 苏秘书呢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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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等下看到我應該會很驚喜 那萬一待會找個藉口 不來了怎麼辦 你來了 不好意思啊路上堵車來晚的 好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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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院你終於來啦 這位是 我是前院的老公 老公 這是我老公大家叫他阿巡就行 寶貝你幹什麼 你老公不是路總嗎 總裁你什麼時候跟蘇秘書離婚了呀 大家好我叫江巡就職於市醫院外科 苏秘书你老公好看不说 连工作都这么体面呀 对呀对呀 没想到你们这么般配 简直就是天生一对 大家先别聊了 我们快入座吧 别让陆总久等了 苏秘书 大家都等你呢 快坐呀 苏秘书过来坐我旁边 我坐这就行 我的话不说第二点 苏总 我还以为您过来参加聚会的 我不来的话 怎会知道苏秘书今天带老公呢 苏总 今天电视帮没打扰啊 江 江 您可以叫我江一生 既然是一生 那江一生只好会给你一切 你一切 苏秘书说了 江一生有引擎 不想带江一生出来丢人性 今天江一生倒是你的了 我还是顶不一块儿吧 苏总 苏秘书啊 苏秘书啊 引擎这种事情 可不能记会心意啊 我说 他没有引擎 他那个 嗯 嗯 哦 嗯 你之前可是信誓旦旦地说 你老公有引擎啊 江一生现在没有引擎 这么说 他不是你老公 他说说老公 您这期怎么回事啊 嗯 之前还是挺急的 现在就不去 陆总真是说笑了 也是怪我 今天没有带喜糖过来 喜糖 看来陆总新 就是和潜月结婚的那个男人 今天潜月带我来聚会 陆总不会建议多女人 你 可不可以 什么情况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快点 别别别 哎 你不是苏秘书的闺蜜吗 你知道这怎么回事吗 真假老公相遇 不对劲就对了 好闺蜜保重 我帮不了你了 好闺蜜 那个这么久了 菜怎么还没上 我去催一下 我陪你去 对 菜点了这么久 都还没上 总不能让所有人都干等 是吧 我陪你去吧 没事 我自己去就行 我需要你去 对 不用你去催 我去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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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也去回身边 这都什么事啊 宝宝 你老公不是陆总吗 怎么还带了一个 我也不知道陆总会来 所以就拜托学长 帮我应付一下聚会 谁知道 那陆准萧怎么会来 啊 苏浅月 你果然是跟九卿结婚的一个人 看来 别问不过 陆九卿 就是你结婚的那个男人 嗯 一会儿我和他住 你来 我去解释 啊 不用 嗯 我能解释 嗯 先回去吧 行 有什么事的话 再给我打个话 哎 哎 你你喝了酒 回去路上慢点 你才慢点 怎么样 顺利叔 怎么才喝多了 这不巧我也喝了酒 开不了车 哎 要不 我来辛苦你送他回去 啊 哎 你看 我还有事啊 对 哎 这 怎么喝了这么多 陆总 你醒了 你今天的字可真的啊 我能解释 我真的不知道你来 所以 我才让我朋友假扮我老公呢 那你知道错了吗 错了 下次还干吗 不干了 不干了 等等 等什么 问你亲 我亲我老公 有时候不行 你忘了 你忘了吗 我们是有一天了 这么着急离婚 是因为那个姜许吧 跟姜许有什么关系 怎么 你和他没有亲 不是 我们就是朋友 男女朋友 不是 就是普通朋友 现在是 以后也是 不会改变的 那以后别和他见面了 陆总 余思 我们是有名无耻的夫妻 愚公呢 我们只是单纯的上下级管系 我跟谁做众 您似乎管不着 你以为我想管你啊 你知不知道那个教训 对你别过错 我没看出来 学长帮了我很多 倒是 别总拿有色眼镜看人好了 苏浅然 只有男人最懂男人 只有你这个傻瓜 什么都看不出来 就算学长对我图乌不轨 那又怎么样 陆总这样做 只不让我觉得 没事 苏雪云 你真是一想天开 只是可惜 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真的 我不放心他 是因为我担心他知道 我们结婚的事情 给我同书楼子 精彩 苏雪云 我有心事 我只喜欢他 陆总总说你有心事 可是人呢 我到现在也没看见 此人 不会是你编出来的 苏苏岂是你能随便编盘的 像我这呢 就要随便编出一个并不存在的人吗 那谁知道呢 传闻 陆总不记你 此至今啊 那是你太感性了 不会是嫌丢人 故意编造出来的 不然呢 你说说 你俩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我和他在顾尔院认识他 顾尔院 那顾尔院叫什么名字 希望之家 希望之家 和你说这些干什么 我怎么觉得 气死人不偿命的陆九卿 有点像温柔体贴的九哥哥 算了 就要希望之家的官员这么多 可能是巧合吧 这次开展业务 公司与各大品牌推广活动 需要拓展证明度 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陆总 既然咱们要做品牌证明度的推广 不如就办一场国际走秀 这样既能树立我们品牌的高端形象 还能够邀请知名达人 去做品牌推广 一举两目 你们觉得呢 陆总 我们这次合作的品牌 大多都是老品牌 宣传费用低 价格低名 走秀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费时费力费钱 并不高兴 那苏秘书 你觉得应该怎么拓展知名度 去电视上面投广告 还是去商场地推 你懂不懂啊 可是打广告也费钱啊 地推费时费力 也不适合快速打相片来 现在直播带货刚刚兴起 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我建议啊 利用明星或者达人来做客直播间 这样流量有了 货也卖出去了 名气自然也就打上去了 苏潜月 你也说了 直播行业刚刚兴起 你拿什么来保证推广力多 我倒觉得不错 就按照这个三个设划吧 再会 三番两次被他抢走公网 再这样下去 你主管的认识会让货 宋主管 你打拼了这么久 应该不想让陆总觉得 无论而被抛弃 我能有什么办法 陆总他偏袒出血月 认为他可有能力 不给我机会 我能怎么办 能力 他苏潜月有什么能力 他明知道陆总有心上人 打这位陆总心上人好的名义 接见一国陆总大 那何经理 你有什么办法 让陆总看清楚苏潜月 赶他走吗 我们的敌人都是苏潜月 我也不瞒陆 有事有的 真是 哎 何经理 哎 我向你保证 我的心必须像是你这个 我知道宋主管 那 总理 你有什么办法 让你赶走路 陆总 既然是因为苏潜月有能力 在看中他 那我们就让陆总看清楚 他苏潜月 到底有能力 哎 陆总真是看中苏潜月 上次提的建议已经被采慢了 是啊 我最近经常看到他们一起上下班 说不定陆总早就会和苏潜月在一起 何经理是何家千金 为了陆总员公司上班又怎么掉 不还是比估过苏秘书 有点好奇 好了 陆总管 何经理 你俩很闲 那个何经理 我们刚刚是开玩笑的 公司谁不知道您跟陆总 认识多年情比金尖啊 是呀何经理 他苏秘书就是个助理 哪能比得过您啊 我们马上开会要选那个直播的主持人了 这次活动那么重要 肯定要选我们靠谷有气质又美丽的何经理了 哎 去回事吧 何经理 您别生气呀 没什么好生气的 马上要开会了 记得我刚刚跟你说的话吧 放心 我都记得 你就等着看好戏目 以上就是本次直播活动的全部内容 不错 主持人选了吗 目前还没有 但是我们从形象条件各方面来考虑的话 苏秘书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没有主持经验 论气质外形 谈吐和经验 我觉得合经理更合适 苏秘书 不必自欠 我最近呢身体不适 为了避免搞砸活动 这个机会苏秘书更合适 我相信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 潜月有这个能力 苏秘书 可以吗 我 我相信你 那我试试 苏秘书 你还要越高筛的月子 这次活动搞砸了 就等不到九星验宿 我应该怎么办 那边去 那边去 别得别忘了 诶 苏苏姐 活动快开始了 你快给资源送礼服 拿得起来 感谢现场跟现上的各位观众 参加反送活动 我是今天一周日的时间 杜总 准备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 就差苏绕送来的礼物了 这次的活动 合作你们方十分重视 预计有十万以上观众 时时观看 一定不能说差错 陆总 所有关节 我都亲自彩排了三遍了 你放心吧 你也不用太紧张 我会一直在现场 领风来了 怎么这么满 我今天几家日忙 刚好赶上了堵车 插这个吧 给 那陆总 我先换衣服了 好 走 都准备划了 接下来就等着看好戏 苏浅月也苏浅月 你可别让我说 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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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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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活动 只要咱们不受意外的 圆满结束 就成功了 总裁 那边来消息 说苏玉叔的礼服 尺码不够 尺码不够 已经再处理了 但是 咱们需要干净 咱们这么多人 直播已经开始了 等着不合适了 陆总 我看苏秘书会不会是因为 觉得这么多场子不敢来了 要不那何经理上吧 啊 流程我都熟悉 不然我替苏秘书主持 各位久等了 让我有请今天的主持人 苏且见 来 啊 啊 總裁 制播这个人数已经突破10万了 而且还在持续不乱上长 选宿美术主持 看来没选错 欢迎现场和线上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来参加粉丝活动 我是粉丝活动的主持人 放心 好谢 马上开始 现在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粉丝活动的品牌和成品 你安排的什么呢 我在准备放个牢子 直播间里面出现老鼠 怕的后果可想而知 感谢各位观众来到本期直播间 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大家送上粉丝活动 现在为大家介绍的呢 是法国巴黎浪漫的提塔香水 它的味道非常的好闻 不管你是学生的还是上班族 甚至我们女性朋友们的喜爱 那有需要的朋友们呢 可以速度下单抢购了 主持人 咱们商家的商品已经全部被抢购一空了 直接上运售 是 我们的欠货呢 都已经受工了 没有抢到的朋友们啊 没有关系 你们可以购买预售 不过大家放心 半个月之内我们一定发货 不能等了 动手 感谢各位观众来参与本次的活动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呢 就到此结束 谢谢观众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公司 不需些代价 给我救赴他 放心吧 专家都来了 洛宝 怎么样了 为什么会突然摔倒 总裁 查清楚了 是工作人员的失误 导致舞台中央有一滩水 为什么不提前检查 是我的问题 提前检查过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及时清理 这次产品的问题 会不会跟此次事故有关 产品问题 真是怎么回事 提前挂在舞台上的盒子里面 装满了老鼠 为了避免被网友发现 毁掉此次活动 所以潜月没有声张 让我换掉了产品 产品都是新拿的 怎么会出问题的 我们也是提前检查了 没有问题的呀 所以我在想 想毁掉此次活动的人 跟伤害潜月的人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可是苏女士为人和尚大榜 谁会想介绍你此地啊 我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在毒 立刻给我去查 是 医生怎么样了 你们谁是病人的家属 我是 我是病人的闺蜜 我是她老板 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叫她的家属来 不是 你不是她老板吗 她是我闺蜜的老公 也是老板 赶紧签字做手术啊 麻烦签下字 拜托 放心 我会自己求您的 陆总你别太担心啊 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怎么知道 我和苏先生是结果关系 你别误会 不是潜月告诉我的 是上次你们在公司聊天的时候 我知道的 不过你也别担心 除了我 没有人知道你们的关系 知道也没关系 医生 怎么样了 手术很成功 别人已经没事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走 怎么样 何敬明 有消息了吗 福大命大 没死成 这一次算他命大 何敬明 我只是想让苏贤约出丑 颜面尽失 你怎么能擅自让人做出这么大的事 你这是在责任 人命关天啊 要是正出了什么事调查出来 等待我的可是牢狱是在 你怕什么 你不是手脚做得很干净吗 这有谁会调查的造 万一呢 要是正出什么事我人家全部回来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来 你敢威胁我 不敢 这是我人为言轻 一旦出了人命 我的人家就全部回来了 这不是人已经救回来了吗 怎么你担心 九卿会调查 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陆总对苏贤约那个重视程度 他要是调查 我们的事肯定都会被发现的 行了 今天我就是来解决这件事的 这里面的钱 足够你后半辈子过的滋润 你拿着他到国外去避一避 等不再有人追查这件事情 你再回来 好 好了 行啦 有没有不舒服 没事 你不用担心 医生说了 省得不住 只要好好养伤就能备服 我记得我摔倒的时候 直播还没管 这些都不用你这个病号操心 你现在 只要给我好好休息就行 来 调查清楚了 浅月你终于醒了 你都不遇到担心死我了 让你们担心了 唐教主 你刚才说调查 调查什么 没关系 说吧 我们查到这次事故 是有没的 我们一个人 我们都认识 我们都认识 谁 谁 宋欣 居然是宋主管 我 他为什么害我 他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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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 那个 宋欣在事故发生之后 趁着我们都在医院 早就跑了 吓了不明吗 居然跑了 那才就是故意要害我们潜月的呀 你知道宋欣为什么害你吗 我不知道 我平时很少和他说话 这个宋主管平时就霸解核心 这我还是看不起我们潜月 你说这件事 会不会跟核心有关啊 不能吧 这核主管 没有谁能要跟苏蜜事作对 你傻呀你 那核心喜欢咱们陆总 对我们家潜月眼睛不是眼睛 鼻子不是鼻子的 谁知道都不会知道 陆总跟潜月的婚事 就故意伤害潜月啊 我和陆总的婚事 除了咱们几个没点事 我和陆总的婚事 别让我送你 唐天 去查 别打草惊蛇 是 到这总裁 那个 有个会议要您 你好好休息 其他事情交给我 你好好休息 怎么样 有没有心动啊 你说什么 我跟你讲啊 在你遇到这段时间 陆总一直都在照顾你 从来没有假在他人之手里 从来没有假在他人之手里 嗨 一直照顾 陆总啊 真的很在乎你 陆总啊 真的很在乎你 他呢 不仅第一时间啊 去调查事故的起因 而且啊 不眠不休的照顾你 遇到这么靠谱的男人 你可不要错过了 哎呀 你别说了我话 哎呀这么害羞 好好好 那你先休息啊 那个陆总 我来就行 怎么不见苏秘书之前 对我这么客气 那你也吃 你吃吧 我吃过了 慢慢吃 虽然你的伤口结痂了 但是还要住院一段时间 好好休息就行 对了 我受伤的事 嗯 你放心 爷爷他们不知道 那就好 免得让他们担心 这次是我的疏忽 让你受伤了 幕后指 我一定会抓住报酬的 我知道的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玩完工作还得忙医院 两边跑 其实你不用这么辛苦的 找个护工就行 你已经嫁给我了 我不照顾你照顾谁啊 陆总 粥挺甜的 你要不要查账 宋秘书 你是在撩我 你在发现吗 总裁 总裁 我 走错了 站住 什么事 我 有事 这里明白了 说吧 啊 素素小姐有消息 那个 你好好休息 我去到公司 我好像真的喜欢郭总 哎 哎 素潜玉 你轻心点 素总有心上人 你可千万别让自己越陷越深 喂爸 请问是苏婷的女儿 苏潜月吗 你是谁 你怎么拿着我爸的手机 潜月啊 没事没事 这段时间一直打不通你的电话 他以为手机换了来维修手机 你怎么回事呀 你许说你出差了 出差了怎么也不接电电话 爸 那个我手机坏了 刚换了新手机 有素素的消息没 啊 我们调查到了 当年收养素素小姐的养父母 她那个养父叫苏婷 这个名字 这么熟悉 啊 资料我们都查差不多了 啊 对了总裁 您找的这个苏苏小姐 听说好像结婚了 你说什么 结婚了 消息是这么传来的 因为苏苏小姐 她们家总是搬家 不过人很快就能找到 不用找 既然她已经结婚了 再找她 就是拿到她生活了 何况 好 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五星子了 好 那还离活吗 这也是你该问的 好奇吗 好奇 哎 那个爸我先不跟你说了哈 等我那个出山回去我去看你们 嗯挂了啊 总算糊弄过去了 苏苏 苏苏 院长 别别别别 你躺着躺着啊 你这孩子 受了这么重的伤 竟敢瞒着家 好疼疼 院长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好去接你啊 我刚刚回来两天 你都受伤了 怎么去接我呢 哎呀 要是我来医院拿的药 那正好落我 看到你的病例 倒不知道你这孩子 出了这么样的事 院长 你哪儿不舒服啊 没事我就是一点小感动 别查看话题了 我都已经没事了 我这不是觉得告诉家里人 让他们白白耐心吗 你呀 还是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还是这么倔 哎 院长 那我受伤的事 你也别告诉爷爷好不好 我很快就能出院了 好不好嘛 哎呀 你总是懂事的任务性格 好吧 答应你 谢谢院长 那你好 行不行 我就先走了啊 嗯 乖乖的 院长 姜徐 你们两个姐妹 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我回来招待你了 你这孩子 干嘛这么客气啊 哎 躺弄四肢都退化了 下活的活的 医院长 医院长 医院长和学长认识 当年 谢谢院长 您收留我这个孤儿 还为我找到现在的养父母 你都谢过多少次了 以后啊 别提了啊 院长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二十年没有您就没有如今的我 说多少次都是应该的 学长 学长之前也在孤儿院 二十年间还带林总部 难道 他才是九哥哥 你先去忙吧 我走了 慢走 九哥哥是你吗 什么九哥哥 你愿长呢 他走了 你小心 别吵到伤口了 那个学长 你在院长之前所在的西望之家孤儿院待过吗 你待过 说他被养父母娘走了 那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叔叔啊 我被养过后生了一场大病 事情的事都记不清了 记不清了 我被养过后生了一场大病 没事 我记得就行 你在被领养之前 我们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 你叫我苏苏 我叫你九哥哥呢 是吗 我还是在那里前面 你还是叫我阿雪爸 九哥哥听得太陌生了 宋星找到没 已经锁定了 很快就能抓到 不要把他放走了 是 凡员总裁 下午还有会呢 这段时间 你不是开得挺好的吗 继续开 哎 不是 我 哎 松开 秦月 这还是你 第一个人请你 要是我之前 就知道你是九哥哥 我早就缠着你了 秦月 我 什么时候就会 我 秦月 我想告诉你件事 我喜欢你 学者 我还没离婚呢 没事 我等你离婚 到时候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他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陆总 江医生喜欢别人的妻子 船出去 明山可就毁了 陆总 你不是要和秦月离婚了吗 我们不会离婚的 据我所知 陆总有心上人 交他两只船 这就是陆总的素质吗 我的心上人 只有我妻子一个人 陆总 那你的心上人 不找了 我现在才开心自己的心 以后 我们好好过 你 认真的吗 陆总 你移情别恋的速度还挺快的吧 秦月 据我所知 陆九卿找他的心上人已经找了二十年了 你真的相信 他就这么放下他的心上人吗 就算他是真的移情别恋 也说明他根本就不靠谱 江医生在乎的口才 你也是喜欢上了别人的妻子 你们别吵了 行不行 我喜欢陆总 是在你们结婚之前 更何况 我和他早就在孤儿院认识了 说起来 这还算是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 我跟学长 在孤儿院的时候就认识了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我 你很看出这个 陆总 你一直在找你的心上人 我也一直惦记着 和我从小在孤儿院分开的九哥哥 你应该能理解我的感情吧 所以 你们俩吵架 我帮谁都顾好 别吵了好不好 你喜欢他 怎么 陆总 你很建议吗 可你也是惦记了你心上人很久 那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放弃你心上人 难道也要求潜月也放弃吗 这是我和潜月的事情 与你无关 我和潜月情比金坚 怎么就和我无关了 别担心 有我在 谁都不能厉险 你和潜月早就认识又怎样 我们已经结婚了 没有感情的婚姻 说散就得散 潜月 你真的相信 他能放弃 他喜欢了二十年的心上人吗 你不要被他骗了 那要是我真媳妇 就是我自己要找个心上人 你这孩子 受了伤 也不跟家里人说啊 爷 爷什么爷啊 臭小子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还瞒着我 我这不是怕你当心吗 爷爷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说你眼瞎 你难道看不出来 你媳妇 就是你要找的苏苏 苏苏 难道你才是九哥哥 你是苏苏 不对啊 九哥哥不是学长吗 不是 江巡 虽然也在过月份营养 但他不是你们九哥 主亲啊 潜月就是你要找的苏苏 你看看 这是你们小的时候照的合照 这上面的女孩是我没错 原来你才是九哥哥 你才是八哥 原来我要找的人 已经被我娶回家了 他们都走了 省得我给他们走吧 总裁 总裁 我打扰了 你找到送秘书给你走 怎么了 你这回事 我抓到送秦了 等等 已经送到治安署了 这个送秦为了减刑 已经供出了要害苏秘书的 是何欣 感觉真的是他 怎么是我刚才没出生死 他之前喜欢我 我也追我 也不做出 可是咱们隐婚的事 我明明藏得很好的 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之前戴戒指 他应该是发现吧 还有上一次部门聚会 他应该也查出来 我的戒指太害怕了 可是就算他喜欢你 那也不该嫉妒心这么强害人啊 那就对了 这个核心啊 娇生惯养长大的大小姐 脾气大 这个肯定接受不了 我总裁被你抢走了 一时冲动 做了糊涂事呗 该伤我的人 必须得付出代价 人正也接齐了 不准准备 差不多了 嗯 你打算怎么做 我们已婚了这么久 也该公布你的成果 嗯 啊你们忙 何经理好 何经理好 何经理 上次直播出现事故的事 听说您不但扭转了当时的负面新闻 还给我们品牌的知名度涨了很多 哦 刚刚陆总在群里说 要宣布一件大事 您知道什么事吗 待会儿啊 你们都知道 我猜啊 陆总之前非常生气苏钱 也搞砸了互动 但多亏了何经理 这一次说不定就是来嘉奖何经理的 嗯 一个心肠歹毒的女人 也配嘉奖 苏钱月 你搞砸了活动 害公司差点失去合作 你怎么还敢来公司 何欣 我为什么出事 难道不应该问你吗 你什么意思 看来啊 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你在直播活动上做手脚 没想到 估计没有害死我 反而还愣出你的马脚 无言乱语 好大的胆子敢动我 来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我看谁敢 我是你们的经理 更是何家千金 还是九卿的朋友 你们敢不听我的话 何欣 这里是陆氏 不是你们何氏 大家都不傻 不会被你当枪使 嗯 所有人都到齐了吗 全部到了 今天 我要介绍一个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名 给大家认识 就算你跟九卿结婚有关系 被加强的最优秀的职务 你的下场就是对你的青丝 批创 好啊 那我是哪个 我结婚了 我的妻子是 苏浅月 陆总 您结婚了 总裁夫人还是苏秘书 什么时候的事啊 那陆总来之前 我们就已经结婚了 还叫陆总吗 老公 陆总您刚才要提的中间事 难道不是嘉奖我吗 你个骇人凶手 还有嘉奖 来人 干什么 九卿 是不是浅月跟你说了什么 让你误会我了 当然了 陆总 是她 是何欣在直播活动做了手脚 才害了苏小姐 你说八道 你害你什么好脚背了 我都坦白 证据我都上交了 不管你成不成任 你都要接受罚礼的制裁 陆总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跟孙简佑开口 来小没想到 发生这么大的事故 我 做错事就该付出代价 带走 苏秘书 这样的处理可爱满意 满意 不饿了 我要吃你做饭 走吧 我们回家 我 我的心 还在 泪和伤 你徘徊 月光能否听见我的思念 不再离开 站在